这期影片我会告诉你 如果去使用CAMMA 去做出非常惊艳的影片动画效果 让你影片更加好看 嗨我是Grayson 这频道只要泛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 与中文龙吹内容 每周分享三部影片 需要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那第一个呢 是内嵌蚊子效果 那你可以看到 当这个意大利面往下降的时候呢 这个蚊子是在这个面之后的 所以呢 就会打造出一个内嵌蚊子的效果 这并不是简单的 就把蚊子放到一个影片上面 所以呢 接下来我会展示出这样的操作 那首先呢 我需要加入一段影片 那我可以选择元素 然后呢 搜索pasta 意大利面 选择影片 然后呢 我找到这个素材 那这是CAMMA的素材 那接下来我要做的一步就是 我要复制这段影片 那我可以按住 Ctrl或者Cmd加C 这是复制 然后呢 按住Ctrl或者Cmd加V 像就复制了 那把这个原本的素材呢 我又记忆 选择将影片设为背景 然后这一段素材呢 我选择这个背景艺术工具 去把这个背景去除掉 然后呢 把它放大 去和我的背景影片进行重合 然后就可以加入文字了 选择文字选项 选新增文字方块 然后输入文字信息 这边呢 可以去更改它字型 最好是选择比较出体的字型 这样会更加好看 调整它大小 然后我们需要选择这个位置 再选择图层 这边呢 要调整一下图层的顺序 需要把这个去除背景的意大利面 往上移 去移到这个文字的上方 上面可以来播放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我这意大利面在下降的时候呢 是在这个文字的上方的 就可以打造出一个 内称文字的影片效果 那接下来呢 教大家一个动画文字的效果 它具体是这样的 那在这边呢 我创建一个空白的文档 然后呢 我们需要加入一段影片 作为背景 这边呢 我加入一段影片了 我需要右击 选择将影片 作为背景 然后呢 就需要加入文字了 选择文字 然后选择新增文字方块 这边呢 输入你要的文字信息 那我需要去分成两段的文字 然后呢 把它们放到中间 那你可以更改一下它的颜色 那这边呢 我就选择把它改成红色 然后这两个文字 都需要去复制一个 选择CMND或者Ctrl加C 然后CMND或者Ctrl加V 就复制了 然后需要跟它重叠 这个文字也是一样 CMND或者Ctrl加C 然后CMND或者Ctrl加V 然后呢 重叠 再选择位置 选择图层 那这边最上方的文字 需要给它加入一个文字效果 首先选择这个文字 然后选择效果 这边我们需要选择空心 现在就可以看到 这个文字就变成空心了 然后这个文字也是一样 选择空心 然后需要选择底层的文字 给它加入一个动画效果 那这边呢 我们选择插去动画 那你可以看到 就会有这样的效果 那这边呢 我们选择进入时 然后呢 它的方向是选择往右的 另外呢 你也可以调整它的速度 但是调节速度 还有方向呢 是需要升级到CtrlPo 才能够使用的 那你可以透过 我影片下方链接 去获得CtrlPo的 30天的每份使用 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功能了 那同样的道理 选择这个文字 再选择动画 也是选择插去 这边呢 还是选择进入时 但是它的方向需要改变 变成往左的 就可以看到 会有这样的效果了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整体效果 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 动画文字的效果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出一个 文字旋转的效果 它是这样的 那现在呢 我准备了这张照片 我需要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把它的背景去除掉 选这个背景一处工具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就会有两个人了 然后呢 把这张图片去布满背景 接下来呢 去把这个人进重合 那现在就重合了 然后呢 需要加入文字 选择文字选项 新增文字方块 接下来呢 输入我们要的文本 那现在输入文本之后呢 需要把它变成一个 圆形的效果 选择效果 再选择弯曲 把它调整弧度 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就变成一个文字圆形了 接下来呢 要移动到 一个合适的人像的位置上面 然后呢 需要把这个人像 去切成一半 大概是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就等于 这个圆圈 在贯穿这个人物之间了 然后呢 需要给这个文字圆圈 就加入一个旋转的效果 这边选动画 然后在这边 去选择旋转 那如果你是Curlpo的用户 你可以调整它的速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效果 这样你就能够打造一个 旋转文字的效果了 那接下来教大家 如何去做出 照片旋转的效果 那这边呢 我准备了这张底图 那你可以看到 它是展示出 不同的产品的 那如果说 你想去找到 这个照片的边框 你可以选择元素 在这边搜索 Polaroid 然后选择边框 这边呢 你就可以找到 类似的这些照片的边框了 那现在呢 我需要去复制这个画面 选择这个三个点标志 然后选择复制一页 那因为呢 这是照片轮转的动画形式 所以呢 这个图片都需要进行 有顺序的轮转的 那么这张照片 就会变到这个位置 这张照片变到这个位置 这张照片会变到这个位置 那需要去调整一下照片的顺序 首先把这个边框里面的照片 分离出来 右击 然后选择分离图片 把它放到一边 然后呢 这个也是分离图片 移到这边 这个分离图片 移到这边 然后这张放到这边 同时呢 这个背景也要去移动一下 造成一个运动的效果 继续复制这个页面 同样的继续把这个照片进行轮转 分离图片 分离这张图片 放到这边 再分离这张图片 放到中间 然后这张放到这边 背景再移动一下 其实三个页面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想持续时间更长一些 你还可以继续创建出更多的页面 那这边呢 我就准备三个页面 然后呢 需要加入一个转场 把你的滑速放到两个页面之间 然后选了这个新增转场 这边呢 需要选了这个比对并移动 就可以看到 能够造成一个这样的效果 那你可以调节一下 这个转场它的时间 你可以把它延长一下 比如说延长到0.75秒 那底下呢 你可以选择套用至所有页面 这样所有页面都是有这个转场了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效果 那接下来呢 我教大家如果去制作出一个片尾字幕的效果 可以首先看一下最终的版本 那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 我就加入一些片尾字幕 也就是大家在看电影最后结尾的时候 看到这些演员名单 还有工作人员名单 那首先呢 我需要移动它的位置 然后呢 需要选择这动画 这边呢 选建立动画 那这个功能就是 你可以拖拽元素 就可以快速建立一个动画了 那我需要首先 把它缩小一下 缩小到比较小的位置 这样能够方便拖拽 然后呢 你需要在拖拽的时候 按住键盘上面的shift 就能够保持垂直拖拽了 然后往上移 你就可以看到 就会有这样的效果 但是你可以看到 好像不是移动的非常顺畅 那可以改变这个移动的风格 可以选择滑顺的 那你可以看到 是有个这样的效果 或者说选择稳定的 你可以看到 是这样的效果 那我认为稳定的是比较好的 然后选择调整它的速度 调慢一些 你可以看到是这样的效果 在设定完之后呢 就可以选择完成了 然后看一下最终效果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开始使用Canva 我想了解更多关于Canva教程 你可以点击这播放列表 如果你觉得 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喜欢我们这部影片 订阅 一定要记得 订阅我的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Canva内容 追踪IG 和有更多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